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涨市个股是扑涨 居然没有一个板块是下跌的 有一百多只股票是涨停 而创业板的走势是强于主板 三月第一个交易是迎来了一个开门红 最近这段时间导致全球股市下跌的最大元凶 应该就是美国十年级国债收益率暴涨 一度是早到了1.614 而今天美十年级国债收益率是上涨趋势 是略有放缓回调到了1.4%左右 尽管是短期震荡 但是趋势已经是确立了 我想谁都不可否认 大通胀时代真的来临了 美债美元美股 这个之间的关系 以及对全球市场的影响 前道曾经做过多期的视频 做过解读 这两天前段下我再做一个系列 把整个一些问题把它讲清楚 尤其是关于大通胀时代 咱们应该如何投资 才能够保值 做一系列这样一些视频 也欢迎大家能够收看 咱们回到A股 尽管今天大盘是反弹 但是反弹是没有量能跟随的 尤其是如果说咱们看期指 我们会发现最近空单都是在连续加仓 这就说明了目前空头力量 仍然是在堆积的 未来不排除空头主力了 还会择机做空 明天大盘就面临着 五日均线的一个压力 如果说反弹它还是不放量 那么再一次出现日线级别的中一线 我个人觉得那也是属于意料之中的 所以作为咱们投资而言 当前的策略应该是清大盘总个股 其实就算是前几天大盘调整 那么我想很多人的账户 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因为调整的基本上都是高估值权重抱团股 而大部分股民手中 其实手并没有太多那种抱团仓位 尽管今天茅台将一些权重的是反弹了 但是短期市场的热点 应该还是集中在几台股 所以就算是大盘再次回调 那对于中小盘个股而言的话 应该是还是机会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前期跌幅比较大 近期反弹力度相对比较小的几台股 当然尽管短期大盘仍然是有回调压力的 但是A股它不同于美股 受美股影响相对还是比较小 A股的涨跌更多的还是受到国内流动性驱动和业绩驱动的双同效果 只要是国内的经济复苏预期还是依然是稳固 流动性的继续是充于合理的 那么A股的周期行情应该组就没有结束 我们今天看到北乡资金 上周是连续流出 但今天再次转为流入了 这就说明了A股仍然是国际资金继续青睐的价值八地 所以这个逻辑始终没有改变 那么短期来看 A股市场再次发生急促暴跌这个概率应该是不大 后期会从急跌转为平缓盘整 所以在具体的操作上 建议大家增强持仓组合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像基建 水梨 银行 券商 保险 房地产 这些前到以前讲过多次的 这样一些质量周期的品种 弹性小 估值低 安全边际也相对比较高 所以可以做防御性品种 而像新能源 生物医药 以及部分科技股东的业绩优良品种 这可以作为进攻性配置 另外现在3月份已经到来了 一期保行情炒作在地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静下心来 优选各谱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明天接着聊